上年海灣山坡上的棕櫚冰海度假村 通過環評 目前以水土保持工程名義施工 但去年行政院已要求開發單位 必須取得鄰近次童都蘭和加入蘭部落同意 才能正式進行開發 而東海岸另一個大型開發案 黃金海休閒度假村 今年3月6號進行環差審查時 被退回觀光局 要求業者再補充資料送審 5月9號開發案再次進入審查 但由於開發商無法在30天內 取得鄰近三個部落的諮商同意書 最終全案被退回 而當地加入蘭部落領袖也認為 開發商刻意忽視部落權益 以違反原紀法規定 原紀法第21條就這樣子 而且三次行政院也講過 沒有經過部落的同意開發案 絕對不能開發 這個是我們部落最基本 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族人認為開發案實用的土地 同時也是次同都蘭以及 加入蘭部落共管的傳統領域 業者因尊重部落權益 環團也認為納入原住民部落諮商同意 是時代進步必然的趨勢 對開發業者和部落族人都有良性的發展 取得部落同意是時代必行的 我覺得這個不會是 對業者來說是一個壞消息 而是反而是一個 跟當地部落居民保持一個良好 良性互動的一個破口 最起碼也要讓我們 找個比較長一點時間 讓部落大家一起討論 加入蘭部落領袖強調 東海要目前還有10個以上 觀光油漆飯店開發案還在規劃 部分已早已通過環評 部落族人不反對開發 但希望開發案能讓族人 都能確實了解 也讓部落有充足的時間凝聚共識 徵許同意的過程也能透明公開 讓原機法能發揮功效 才能保護部落應有的權益 原視新聞 台東北南采法報導